现在来介绍的是斜肩进线的一个求法 那斜肩进线这种提醒稍微比较困难一点 那我来做一个解释 首先的话呢我们要知道的话呢 什么叫斜肩进线 一个曲线的话呢 非常非常的接近了一条直线 它的话呢永远永远过不了这条直线 但是它会无限的逼近它 那么的话呢我们的话呢 要想要去求出这个 践进线的一个方程式 我们的话呢的要点 那我来给各位同学介绍 首先我们的话呢先假设 这个践进线的方程式叫做 y等于mx加b 那这个地方为什么不用点写式的原因 是因为这样写法会比较单纯一点 然后的话呢第二步这是一个观念的部分 第二部分是一个最重要的观念 什么观念呢 来我来看告诉各位同学 它的话呢一个函数的话呢 我们的写法的话呢 m的算法是当x趋近于无限大的时候 它要除以x 这个的比值的话呢是m的求法 那各位同学可能听不太懂 来我在旁边做一个小小的解释 当x趋近于无限大的时候 来我们来写一下啊 当x趋近于很大很大的时候 那各位同学想想看 这个函数跟这条线的话呢 会无限的贴近 于是的话呢我们就这么说了 f of x的话呢会怎么样呢 会接近mx加b 当x很大的时候 这两个会接近的 那我们想要算m怎么算呢 那我们的话呢就知道了 我们b一向过来 减b等于mx 于是的话呢m就可以算出来了 m是等于什么呢 f of x减b除以x 来各位同学来想一想 我们要x趋近于无限大 我们这边加了一个limit 然后的话呢这个地方是数字 它是不重要的 我们的话呢就直接用 f of x除以x就可以了 就可以算出m了 算出m了之后 然后我们要想算b 那很简单 我们就直接减掉mx 就可以求出来了 那按照这个三个步骤 我们可以把斜近性线的 所有的题型全部都解决 那顺便跟各位同学讲 你们看到了m的话呢 是等于f of x除以x 所以的话呢 只要有斜近线的各位同学的话呢 你必须要知道 这个函数 它应该的话呢 会比x的话呢 来说的话呢 会多高一项 那至于说怎么样的情况 细节的部分 我们来等一下来看看下一个例题 这个例题是要我们去找出 它的斜近线的方程式 那同学看一下哦 刚刚我们才提到的是 上面各位同学看看是几次 是三次 下面那个几次呢 二次 上面比底下多一次 我肯定它会有斜近线 那算法怎么算呢 很简单 来我们的话呢 依照我刚才介绍的步骤 m的话呢 先把它算出来 来我们先算m 那各位同学知道 m的算法是什么呢 是limit x趋近于无限大 然后的话呢 上面楼上除以楼下 再除以一个x 那这样子的算法的话呢 底下就变成了多少呢 上面的话呢 是照超的 4x的二次方加1 底下的话呢 多除一个x 相当于是楼下多乘一个x 所以这边是x的三次方 加上3x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 一看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题答案是多少呢 这个前面的话呢 我们告诉各位同学 当x趋近于无限大的时候 看看它的等级 都是3 所以的话答案是几呢 m是2 我们m的话呢 斜率算出来了以后 另外的话呢 我们再把它的结距算出来 结距的话呢 是b 那我们怎么算呢 一样的算法 我们的b是怎么算的呢 它的结距是limit x趋近于无限大 然后的话呢 f of x就是原来的题目 那我写下去 上面是2x的三次方 加上4x的二次方加1 除以x的二次方加3 这个地方的话呢 再减掉谁呢 减掉mx 那就是多少呢 m是2 x 这样子 这样子 这就是我们b的算法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稍微做一点小小的计算就可以了 来我们来算一下 继续算下去 limit x趋近于无限大 像遇到这样的题目的话呢 各位同学的话呢 不要害怕 大胆的直接通分 那通分的结果的话呢 来我们看看上面 上面的部分的话呢 2x的三次方 加上4x的二次方加1 底下是x的二次方加3 上面的话呢 是减掉2x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2x是2x的三次方 再加上多少呢 再加上6x 好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等于多少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跟前面是相等的 就消掉了 这个题目的话呢 来看一看 这边上面最高等级是几 是4 二次方 前面的系数是4 下面最高等级是二次方 前面系数是1 于是的话呢 这个极限值是多少呢 是4 所以的话呢 这个题目的话呢 我们轻易地算出来了 y 等于 mx 加 b 2x 加 4 y 等于 2x 加 4 那 斜易地算的部分 我们就 大概介绍到这里 再加上1x3 1x 加 5 2x 加 5